书界上回 接说着一段雍正见侠图 上回书咱们说到 醉仙陶金斗金玉宫 在寒家殿行刺西侠渔城 西方老侠渔城渔洞海中风 那么醉仙陶金斗今儿可露了脸了 就在寒家殿门外头 用毒极力打伤了小莲花鱼秀软河软臂 循海叶的石轮让他踹吹溜过去 手持尖刀来到了西厢房 刚要动手 赶上二剑和进来 把他给扔当院去了 其实呢 金斗有这思想准备 准着这个地方出来啊 不预见二剑和江达 万事皆无 预见二剑和江达将本出 就得要我的命 那么要搞命呢 他有个护身符 就是九头凤金葵给他下去请解 果不其然 二剑和一问他 所有的这些的罪名 我全认 公认不会 认罪态度是好的 他反问二剑 那么您说我这几条够死罪不够 我刺杀于成啊 江湖上讲究快意恩仇 当初我爱您一路绝望 谁的举剑呢 于成的举剑 于成把您举剑出来 您打我 您那叫伸张正义 可我招他惹他了 我惹的是古雷罗雷师兄弟 哥儿两个 这哥儿俩谁找我去 把我给打了 这叫事有事在 谁让我招人家来呢 那么爱于成 他哪个鼻子眼痒痒 要多出一口气 把您给推荐出来 您把我打了 打了也就打了 打了不罚 罚了不打 您是又打又罚 给我一路绝望不说 永辈子不让我出去 这叫什么刑犯 那么现在 我打算行刺 我这都把他刺死了 您把我治死也行 我这叫什么 未遂 那么法律上不是有这么一条吗 未遂还要减轻啊 他跟已经造成了事实危害 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二将跟您说 我有死罪没有 江达气乐了 阿弥陀佛 你说这金斗 这么大岁数 哎 跪在这儿 他问我 他应当死不应当死 就你这下的 死八回 绝不能喊冤 可是我呢 让你拿话问住 你现在犯的这些事 就犯到我手里的这些事 还真都不够死 确实又有金魁的情节 您看见没有 我为什么出来呢 我不听您的 我上寿去 半道这都是楼草打兔子 稍在脚办的事 我没当正事办 可我实际上有正事 您说这个办 出天抹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他也是快七十了 刚才的那一份 焦横满都没有了 拿出这个可怜馅了 那二将是个出家的老和尚 还瞧不了这个 行的你别哭了 你也甭说了 满算这回 我不杀你就是 可是有一节 死罪以免活罪难饶 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金斗一琢磨 认打可不吵 为什么 上回给我一路绝望 我跟人家养二年多呀 说是我八年没出来 实际我是六年没出来 那两年就他不给我下这条规矩 我也出不来 这我要说认打 他是健康 他好歹一捅我 我也受不了啊 当时我就脱骨爬鸡 我认罚得了 哎你怎么罚我 你罚钱我没有 你要说你罚我钱 我就说我得偷去我就抢去 你不能让我去呀 你罚我干苦了 我能够偷奸耍华 你罚我干什么 最多 你罚我勇士不能出门 还是这条 你没心先得 金斗把这小明白了 那那么着二爷爷 小子我认罚 好吧 认罚那就好办了 从今天开始 回转你的河南未恢复金家寨 这回啊 四十里地没有了 以你们家大门为界 以你们家的怨强为谢 除了你们家大门半步 只要有人告诉我 让我知道了 不怕远在千里之外 江二爷我说到做到 老送我要你的命 这金斗一听啊 就这了 可脸上呢 仿佛还带出点委屈来 我家里还有点地呢 五皇六月到卖熟知记 您得让我上地头瞧瞧去 我家里还有点房产呢 到了月头 我得脸房间去 您得以大门为界 这太难点了 再有了 中介饼 有个卖豆腐老王 前二年过去了 留下个老太太 素肠我要照顾照顾他 姑儿寡母的人 你可不容易啊 我总要给人凑点豆腐本钱 那么寡父呢 您得让我去 江二爷一瞧 这人不要脸啊 你拿着没质 他跟寡父有奸情 他当学雷锋做好事呢 往外出 你那意思 我还得表扬表扬你 鼓励鼓励你啊 金斗你甭跟我对付 再要迟言 再跟我啰嗦半句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走 别忙 二爷爷 这档子事怎么办呢 他把那炕金打红的请柬 又拿过来了 您瞧瞧这个 我都走半道了 穿上您了 您给我轰家去了 这码事我还没办了 这么着 您得多容我十天半个月 我呀 不闲溜的 我直接购奔陕西凤祥府 金凤山以西 二十里地西凤庄 建着九头凤金奎 我都不进他们家门 把他叫出来 我在当街给他磕撒头 算我把心进到了 我把我郁闻寿礼拿出来 我儒给这老头 磨头我就走 饭不吃 茶不喝 我回转河南未恢复 我到了我们金家家 这辈子不出事了 您看行不行 二建哥一听 人之常情啊 金奎跟金斗 没出五福 本家说不兄弟 想九头凤金奎 少年之时 行走江湖 连我 都跟金奎有交往 别看金奎要说能的 不算很出气 够不上见了 但是颇有侠名 这一辈子 活着一百岁可不容易啊 这人岁数越大 亲戚越少 他活的岁数大 不一定他家里都活那么大岁数 所以他平辈的没有了 就是金斗 这么一个两个的弟兄 我要真说一狠心 不让金斗去 我跟金奎是朋友 到时候金奎呢 面前我也不好交代 二建哥心一软 慈悲生祸害 好吧 金斗 即使你把话说到这 我望你好自为之 话对前言 我就允许你在江湖上 多待十天半个月 可是咱直来直去 半刀不许拐弯 你别以为 你做的事情人家不知道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有天瞧着你呢 倘若有风吹草动 烙在老僧我的耳目当中 金斗啊 你打量你活得了活不了 二建哥跟这金斗算标上 那什么他恨他呀 二建哥心了话说 那么些大事 等着我去管金斗 我哪有工夫跟你这老磨蹭 真把我惹急了 我真要你的命 恨他 金斗一听 得累了爷们 这就算您开恩了 您的大恩大德 戎图后报 我瞧您去 是瞧我两个 得工夫您走在河南地地 魏辉府金家寨 您可千万不要卖门而过 您来到我的府上 我好好的预备两桌素摘 我请请您老人家 干脆您瞧瞧我去得了 还不快走 走 这就走 回来 二建哥说就这么走吗 我都认罚了 您这么大健康研究 说话得算数 让走又不让走 您这干什么 门口你打扛好几个人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使的是毒极力 你这个毒药 老孙我不是解不了 现配解药很麻烦 打量你金斗身上必然带着点 把解药都给我留下 把你毒极力也都留下 这种东西啊 以后你行走江湖也没有什么可用的了 你不在江湖上走动 你还带暗器干什么呀 那不成啊 我不能都给您那 我跟您不一样 我仇人太多呀 知道您把我打了之后 把毒极力没收了 他们要伤备恢复 进去找我的麻烦去怎么办 我这腿能耐 您还不知道吗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打的没能耐的 我算有能耐的 碰上的有能耐 我跟不会的一样 我自幼练的这两手玩意儿 就为的是防身呢 你甭跟我这对了 有多少都给我掏着 身上留一个 你今儿走不了 哎呀 君子欺之以发 二剑可能真过去 搜他那鹿皮囊吗 拾起来的兜里 得足起了好几十个 掏了三回 掏出十个了 就这点了 你说实话 真的没有了 二剑不夺的身份 那么大 江达江本厨过去搜兜 太难点了 金斗都不干这事 你别看金斗下三滥 有点流氓痞子作风 那他也是江湖上 人见人怕的独行大盗 也不能说找一个中学学校门口一蹲 干装 你掐着烟卷 兜多少钱能拿出来 给他一块五 别让我搜你兜啊 我是没有搜 我也没搜过人家 人家也没搜过我 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没人搜你呢 哎 您知道没有 学徒自幼就占了这胖子好多 他一看你啊 我打小个就高了 你看我初中的时候就比高中生个都高了 后来我没怎么长 有早长有晚长 大概我是那早长的 所以你看那个 初中的比我高年级的都没我个高 我又挺胖挺爽 从小我又做异 其实我什么也没练过 灯笼裤圆口鞋 仿佛我跟练过私交似的那些头 哎 瞅着我和这胖子是不是会两下子 干脆别招待了 哎 所以接我的很少 所以我也没接过人家 你看咱打小学的是 伟大的相声艺术 那里都是教人好啊 没说教你去街道去 二贱哥真信了 君子欺之勇方 哎 你说什么他真信 就这些了 拿着一杯小瓶来 他这小瓶拿辣葱的 把辣瓶掰了去 把这盖打开 递到了二贱哥面前 二贱哥提别的一文 淡淡清香 就知道他拿的确实是薄草装 他这毒吉利还麻烦 三十六位群药主的毒吉利 不是他自己配啊 你外人想给他解这毒可废了事了 真说这毒性发作 来不及配出解药的人就死了 你自顾逃命去吧 你自顾逃命去吧 毒吉利留下解药搁着 金斗这才爆头鼠窜 寒风一跳 哎呦我的妈呀 佛佛呀 我的老爷子 您老人家真寸得住我 都什么结果眼了 他钻刀都进窝了 您才来呀 早到了 您早把他治死不就完了吗 把二剑问住了 可是 哎呀 早到我能让他拿毒吉利 把这孩子都打伤了 行 我给你开个药方子 快去抓药去 这药方子可千万别弄混了 这张单子上的 这方子 是给余老头的 这张单子的是给这几个孩子的 你把石轮叫进来 我瞧瞧 石轮煮着叉进来了 一瘸一拐的 二剑个爷 你怎么回事 这醉仙桃 这筋斗抢我马 踹我一脚 您瞧瞧 给我踹上 把这衣装撩起来 中间吹下去 二剑个爷一套 外伤 你这倒好办 不忙 哎呀 你帮着我 先把这余老头 给撩皮了 不成我们刚才绝不半天 胳膊腿都是硬子 躺不下 我来 二剑个这才 运用气功 拿手 就在渔城的周身上下 这么一抹 这可难了 不能动他的五脏六腑 一动到五脏六腑 五脏六腑这会儿 都已经停了 这人跟死了差不多 要拿气功 给他催开了 催着这药一走 这老头可活不了 老头呢 中风不能动 这血脉 得慢慢活动 先让他这胳膊腿活动开 这二剑个 医术很不错 一会儿 韩凤 把药拿回来 奔两锅给煎 煎得了之后 给于成喝的是 给于成喝的 给这三个人喝的是 给这三个人喝的 这三个人 有筋斗的剥草霜 这个毒极力的解药 再加上二剑个给开的药 那一会儿的功夫 了无大碍 三个人无外 就是静养而已 于成这喝完药 再加上二剑个 施衣手术 几个时辰之后 就看于成 微微的这么一行力 嗯 哼哼哼哼哼 微争二目 明白过来 这才是 于成一辈子 整世 同男的功夫在这儿 换别人一百多岁 早就死了 你甭说二剑 比二剑个能力 再大的人来了 于成也过不来 那么于成这一辈子 没结过婚 没娶不妻 生不死 整世同男 这功夫练纯了 别看人中风 这么大的岁数 要搭人要好 医术高 一会儿他缓上来了 一看他 睁眼出声 二剑个就知道 下边自己就省事了 为什么 于成自己 调动五脏六腑 运用内息之功 已然开始给自己疗伤了 睁眼一瞧 二剑个满面兑换 坐在床头上 老于成那意思 翻身起来 要给二剑个十个礼 二剑个一伸手 不逼了 于老头 咱们俩有多少年没见 可是 江老二 好多年我没见 那说谁身份大 江二爷身份大 于成呢 于成身份比二剑个差不多 可这有意见 岁数大 二剑个还没他岁数大呢 二剑个没成名的时候 于成就成名了 那剑面就是叫江老二 这么多年也没改过口啊 我说二剑个爷呀 您多的来的 多的来的 这话长 让孩子们跟你说吧 你少说话 自己呀 运用运用气功 你中了风了 哦 于成一琢磨 对 我当时心里一喜欢 身份一拍 我就觉得心头一震 再往后 我可就不明白了 不错 这个症状是个中风的症状 一会儿还有一剂药 你再把他喝了 我还得看看那几个孩子去 口都谁呀 等你明白过来就都知道了 二剑个把他治好了 顺目出来 施轮 你受汤累吧 您说 你这个外伤不得要紧 就是挨一脚 你跟韩凤去趟青猪山竹节岭 把这个标起回来也就是了 等你们回来 我再走 一瞧 软和软臂 于秀 全都明白过来 三个人不住的打听 老爷子于成那个伤势 二剑个说 了无大碍 差不多你们要好历次了 于老头也就好历次了 三个人这才不住口的 给二剑个爷道戏 书要减肚 这个石轮跟韩凤 两个人从这个青猪山竹节岭 把这个标起回来 眼睁小莲花余秀 一时半时还走不了 那马尔建克说 石轮呐 你也甭上西凤庄去了 这个人情回头再补 干脆这趟标 你替小莲花余秀一趟 前途料无大碍 这一万标音你给送去也就是 韩凤 我把这几根可就交给你了 老霞于成别看病得这么重 但是他恢复得很快 这一人几个要我瞧 好得最快的还是于成 于成一好 再有多大能为的人 来到了你的寒家店 是料也无法 至于这三个年轻的 他们种的是毒啊 虽有解毒之法 但是恐怕要想痊愈总在半月以上 就在你殿中敬仰就是了 韩凤凤这才尊主的二贱可也 这什么时候政策呢 您别忙 因为啊 给咱们叔得慢慢说 这中间有好多插头 哪档子事 哪位交的不清楚 最后这酒罪他也凑不及 您知道这罪证也得给汇宾一条一条攒 其实呢 酒罪证凶僧的这个结果大话 您都知道 知道呢 为什么也得听呢 就是他这一个人友好变坏 或者友坏变好 他就有原因 您说司徒朗多坏 最后为什么能变成好人呢 哎 他就有这么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 二眼可走 咱们先搁一步说 还得再露面 那么咱们这连着说谁 给您说金斗 金斗挨文打 他心里变态 他一咄骂 我别招这二贱子 我呀 奔沈西奉降鼓 金奉山 我跟金奎见着面 把这事说完了 我赶紧回家 让二贱子知道我在外边 待时间长了 他要我命 我得先顾命 好在 老和尚岁数太大了 我还不到七十呢 我熬着 江达你有死的那天 等你原记录 我再出来横行江湖 我耗着吧 不过就是忍这么十几二十年 他已经打进这主意了 那么走着燕路之上 要是没有旁的事情 他盗着西奉庄 见着金奎 把这寿里上了 他也就回家 后面就没他事了 哎 他不老实 他走到哪 总要摆这个江湖大佬的这个派头 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 当天当时出的事 当时全世界就知道 这个微迅厉害 有一位一发大佬就全知道 那么那会儿不疼 二建国把他治的这事啊 还没传开 所以江湖上的人瞅见他 还是十分的敬畏 以怕为主 很少有人真尊敬他 因为知道他不讲理 谁也不敢惹他 他顺着 这个寒家镇往陕西金凤山 走着艳路之上 横吃横喝横拿横药 他接触的都是江湖上的人 他可就暗含着打听 出来会宾 纵徒行凶 哦 感情现在 有北京 出了京二号的小皇上 钦差年功遥 要购奔四川 郑梁 郑梁是假 仿建山是真 他一琢磨 这可是个机会 我得搀伏搀伏 我怎么搀伏 惠宾不是纵徒高飞 拿竹木箱竹的年轻拆的二物吗 现在他把解药跟人藏匿起来 江湖上必然群霞必至 购奔金凤山找惠宾要这东西去 要人去 得找他讲理呀 惠宾的多大能耐啊 哎呦我可知道 惠宾的能耐就我金斗这样的 凑四十多个靠钱也不成啊 我呀 我给他们拴拴队 我刚帮惠宾的忙 我不上西凤光了 我直接上金凤山 古叉玉皇顶 面见惠宾 我先把惠宾跟于成摔成队 于成我叫你厉害 我让惠宾揍你 另外 等群霞到了 古叉玉皇顶上金凤山的时候 我帮着惠宾弄死几个 我先跟惠宾站低头 我跟惠宾站一头什么好处啊 二剑你不找我麻烦吗 惠宾是你亲师侄 能耐不在你之下 我让你们俩掐 你把惠宾打了 我呀 帮我惠宾的忙 我跟钦差为仇做对吧 我就不回河南了 我回四川了 我到四川 我就可以居空情赏 面见英王 傅昌傅宝臣 我说我曾经刺杀钦差有功 我到了四川建山 那高人可就多了去了 江达A 你还敢上四川找我去吗 别看你二剑了 到了建山蓬莱岛 能和你匹敌之人 大把抓 有的是人比你厉害 就这主意 喝这筋斗 看得远 不是就瞧眼前 他看出八步去 他一定给自己上健身 做好准备了 这人也是不甘寂寞 你让他回河南 为回府忍着 他作恶一辈子 他能那样吗 对了 就这主意 燕路之上 他把事情打成明白了 他也不上手去了 直接购奔金凤山 古叉玉皇顶 他见惠斌 惠斌正心烦的 您总惠斌 他有多少事 左一档子右一档子 身边的徒弟 自认为 是自己的羽翼 现在是死走逃亡 眼瞅着一个 护心口都没有 就是首途高飞 有点能耐 还给自己惹灯大祸 自己现在 骑虎南下 公然与天下 陆林为敌 整个的武林党 对着 以金凤山 古叉玉皇顶 弹丸之地 一己之力 对抗朝廷钦差 这是躲在楼子 惠斌你脑门子官司 但是气顶在这儿 不上也不行了 金斗来了 金斗见惠斌 给大河逆施礼 大河就皱眉头 为什么惠斌眼里 哪有金斗啊 你是干嘛地呀 你上我的金凤山 见我干什么呀 我报告你一档的事 这档的事可没我 我是在道上听的 可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面见高松林 我得把这话问英了 什么事 是不是令高足 铁找药的高飞 竹商的青差二目 现代带着解药 逃到了古叉玉皇顶 他老是您老人家的架下 您把他藏起来了 嗯 会宾一听 脑袋上的这条子就突突之哆嗦 凭你金斗也敢问我这事 你是干嘛地呀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要不是 江湖上自认为自诩为侠义道的这帮人 他们可就把这冤枉 要是 就这帮下三浪 他们不敢公然的拍门找您来 半道让我打肯出一档子事 他们那叫准 什么 他们单打独斗 谁也不敢上山找高森林 攒鸡毛凑攒的 他们现在齐聚在 韩家镇 闭眼猫韩凤的那个店里头 这闭眼猫啊 是他们一个眼见 韩家镇是他们一句点 您知以谁为首 以谁 以于成为首 于成 西方侠 不错 这帮子人现在越居越多越居越多 这两天分批的 可就要上您这山 事成群殴之事 到时候要跟人动手 是我今都想 纵是高森林的本领过人 好汉男敌四手 恶虎架不住群狼啊 我今都愿打这抱不平 我自己 致愿 加入古刹玉皇顶的阵容 哪怕就是我跟高森林两个人 要面对整个江湖 我也乐意 让他们尽管来吧 我打个头阵 宰一个就替高森林削弱一分力量 宰两个 我这就赚一个 我先落一个门 您看 愿做您的马前卓 有什么指派 您就问我 我这小巴 汤汤汤这么一说 会闻一拙吗 我连这个黑龙老道这样的人 全都找来了 下午门的人 金斗再怎着 文库也比他们高点啊 没发卖这个汛香蒙汗药啊 这人倒是能用 江湖上口碑虽然不好 本领也还不错 可是他说的对啊 于成跟我有什么过去 于成都多大岁数了 这些年我也没有于成的消息 我都瞒算了这老头子死了 要活着还不得一百好几呢 哎哟 他也拘一拨人找我的麻烦 那倒不得不乏 于成你别瞧 身份不够尖刻 能耐可够个尖刻 一百多岁武功通选整世的同男 他要是带人来 我可真得留点神 金老义士 高僧 难得你 古道侠卡 弥陀佛 你愿替老纳我 强出头抱不平 好吧 路临到群霞来到了金凤山 你不必露面 真说我打不过他们 那时难免 你要相助老纳 愿借金老义士一臂之力 这话暗含着可就瞧不起金斗 你没夺的用 我打不过你就更打不过 我还没动手 你先动手 人家说了 惠彬你怎么意思 怎么金斗这人你也教我 金斗是干嘛的 下三滥呢 虽然说金斗在江湖上不奸淫妇女 不发卖蒙汉药 不使训香 不是下五门的黑贼 可有意见 这个人 属夜猫子的 走哪哪就是祸事 他祸过人呢 我这个 街交金斗啊 口碑不好 所以他瞧不起金斗 那么金斗也听得出这话 金斗心了话说 只要你恨于成就行 你恨于成到时候 于成一来 你跟于成你们俩打起来 谁把谁弄死 我都乐意 高丧 反正我听您的指派 那么 韩玉教在他这个庙里头 金斗瞧见了 金斗还瞧不起韩玉教呢 你这什么玩意儿 带徒弟一人一讯香囊子 就靠这英人 他还不理这帮人 可是他这祸 惠宾信了 为什么 整赶上 以北辖秋田为首 南辖镇东辖 带着十多十今生 这一帮人上山 当时惠宾就动心了 头波来了 为什么 东西南北四辖 人尽皆知 这四根队好一头的 那么现在 南辖 北辖 镇东辖都来了 这西霞渔城还远得了吗 那一定是二波三波随着就上山了 甭管谁来我一波一波的打发吧 惠宾可就听信了金斗之言 金斗暗藏在山门之后 惠宾出来了 相见群霞 果然话不头肌 当场动手 没想到老霞王十谷赶到了 两个人这才要亮边 老霞王十谷要练人骨鞭 何用要亮十三节墨骨鞭 人骨鞭 巧对墨骨鞭 两个人要亮没亮这功夫 是东方不亮 西方亮 这会儿古镇北来了 古镇北拿着刀 过来就批惠宾 惠宾生气 你前人来着都够身份了 得先聊透了再动手 能看哪个电视剧也是这样 得站这儿且说呢 打完之后 你把他打死不就完 还得说 干嘛还说呢 得让旧这人容出功夫来 你说那坏人 哪个坏人 那么仁慈 把这人都弄死了 然后还聊 直接就给宰了 不就完了吗 非得等这好人来 或者等这个挨揍的那好人 自己小语头爆发了 用一什么绝技 再把他灭了 最后死得不明不白的 人都得聊啊 你这古雷这么大的身份 这么大名望 拿刀就劈我和尚 这才编扫古镇北 把一双腿砸折了 可是古雷上山一动手 金斗在门后就瞧下了 金斗一瞧 这不是古镇北吗 呵 你要拿刀在旁边站着 喝着这条鞭挨个打 且轮不着你 你上来 且问心 拿刀头一个 你就冲上这奔河上来 河上必定把你置于死地 河上能力大 哪知道惠斌跟古雷没仇啊 惠斌 把古雷一双腿打断了 得拿挂把古雷问住 我招你惹你 你拿刀剁我呀 群侠都是招我讲理的 没有一个敢跟河上 我贸然动手的 所以他把古雷腿砸折了之后 他没下毒手 金斗看的可是机会 我这辈子要想杀古镇北 那得盯多子呢 二剑哥把我打发回去 未恢复金家寨 我再练二十年出来 我还是打不过他 甭说我再练二十年 把我最先头金斗军御工 传不传不回炉 塞回我老太太肚子里头去 养不出来我再活七十年 我也打不过一古镇北呀 和人现在把他双腿砸折 他们俩又一聊天 这么些人在跟前 古镇北可就死不了了 要不怎么说他下三滥呢 他瞧出便宜来了 他一伸手 把他这刀又蹬出来了 攥着刀 往外这么一蹦 古楼古镇北 正躺着 这大门外头 真没防备 从本里的穿出一个人来 是捧刀就刺 双腿折了 穿不起来呀 古雷大叫一声 不好 他还真没瞧出来是金斗 拿自己这俩胳膊肘一顶地 腰眼一使劲 这是个叠劲 横着这人躺一下 能挫黑一尺 这就是古雷 换旁人谁 让金斗这一刀 也给捅死了 金斗这一刀走空 没扎着 这老头子把牙一咬 把心一横 挥刀二次要刺 可把贿宾给气坏了 贿宾心话说 我告诉你了别露面 你出来把我整个的庙 我这人夸插一下 我这格调就低了 评书剧场 一下就给相声援他了 奇怪 还有别人说你动手啊 他打我 我占理 为什么 他不言语过来 就给我一刀 你打他他站里 双腿已经被我打断了 你欺负一残疾之人 而且一刀不成功 就躲开这儿吧 够多寒碜哪 人家都成残废了 你一刀愣没把人捅死了 你这还练什么武术啊 就别丢人现眼了 还要二来来 一看着一撒口 一瞪眼 雾露凶光 二次挥刀 这边已经亮出 就在手里拿着呢 惠斌是不然大弄 窝咪陀佛 金斗啊 竟抗鼓雷了 惠斌在这身后站 惠斌也真对得起的 边走下盘 啪的一下 一琢磨 一琢磨 金斗上山报信 而且发誓要跟我并肩作战 人家就说两人对抗 全露林 全世界全宇宙 哎呀 他们俩什么丑我不知道 不过这行为太难堪了 我要你命啊 我也对不起朋友 谁人还敢投靠我惠斌呢 得了 你躲在这儿 把这边往他下盘这么一卷 就把金斗双腿就给缠在一起了 就是 王岐这么一提 这手功夫叫太空钓鱼 双手一钻边半 王岐一仰手 金斗啊 这腿啊 让他卷了 可叫腿起来了 这身子可叫大头冲下了 这刀也不钻着 把刀一扔 俩手一抱脑袋 他也不知道怎么意思 去 大和尚 把这边往这院子里边一甩 他说门里窜出来 接着伤门这门楼 又给他扔进去了 里边韩玄教一看 关门 韩玄教还大人的徒弟呢 贵宾一看会办事 庙外的 真有没瞧出来是谁呢 哪出了一老头 给鼓雷一刀就让和尚给扔进去 王师谷看出来 王师谷手里也有边 暗含着老头把边拽出来 往前这么一垫步 他一条和尚灰边 奔得是金斗下盘 老头这边可就没出去 新话说 金斗啊金斗啊 古西之年 作我事不济 你 刺杀古雷 什么仇不管 一刀不成就没有脸再挥二刀 他已然双腿让和尚给打折了 你怎么能够再下毒手呢 老侠恨的 要给他一边 没养到和尚手快 一边兜住了他给扔到庙里头去了 老侠这才停步不前 抬头一瞧会宾 会宾满脸度容未消 脑袋上的三寸茶 这条的路是秃秃乱看 目露凶光的门一回头 一瞧王尸骨 手提十三间人骨边 坐视向前 啊 啊 我彼佛 毛老侠 你一遇偷袭 老僧不成吗 哎呀呀呀 大和尚你误会了 十方才有人行刺古镇北 我欲出手相救 没想到大和尚你的手快 倒让王尸骨 我由衷地敬佩于你 可见 大和尚你坐视光明磊落 真有狭者之风 道教老夫 赞成于你 不单他赞成 在场群侠 南侠北侠镇东侠 铁位昆仑石托石金生 以至于会宾的亲哥哥 方奎方波林 都觉得脸上有光 跟这样的人匹敌 不识我等侠客的身份 大和尚我不是坏人 一时莽撞把势作差 全凭着血气用事 那么他自持武力通选 这才敢独立对抗群侠 跟这人讲道理 他能听得懂 王尸骨这才 一搭了手腕的把鞭 又给垂下来 大和尚不要误会 并不是要偷袭于你 十方才你鞭扫金斗 顺门外的往门里这么一扔 我观大和尚此举由衷心配 那么我认为您是个名势里的高僧 此事我还是愿化干戈为玉伯 不知大和尚能不能瞧在 我等众人的面上 今日咱们和平解决此事 和尚圣怒未消 波弥陀佛 王尸骨 老下 还是刚才那句话 你记你量编 有道是修刀难入窍 今日善了也好 恶了也罢 总要你我二人对编的才是 善过了贫僧这条编 万事皆由王尸骨 胜不了老那我这条编 老下 你下山去吧 这会儿和尚 说的这个话 已经不由他自己支配 咱们前文叔说了 他只要脑袋里条的肉一动 他已然动了心了 这会儿任谁说什么也听不进去 不动手是不行了 老侠一听 知道好良言难劝此人 这才白手让人 把古镇尾也搭过来 就跟十多 王桓 万芳 师徒三个人搁在一起 边已经亮出来了 盘不回去了 斗边这才长身形 高僧 既是如此 可恕小老儿 我要无理了人骨鞭这才要 二对墨骨鞭 都在这会儿 山下有人高声贺汗 呆 王老虾且慢动手 你看我等大家到了 二人对边是在等 下礼拜 好